很糟糕的是 沒有腦子的人 不只是拜登而已 左派演員 基本上95%的演員 大概都是左派 左派 一個沒有什麼代表作 永遠只是演配角 跟很聰明的博士的一個 腦殘演員 漫威的浩克 Mark Ruffalo說 這麼高的油價 是個好事啊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還說 烏克蘭 跟俄羅斯現在打仗 這個戰爭 是一件好事 是賜給拜登的一個天大的禮物 因為這會讓油價高漲到一個誇張 這個樣子 拜登就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全面的往綠色能源走 這是一個時刻 為拜登 取得這個動力 人們的恐懼 他們跟戰爭 他們跟電力價錢 使用這時刻 要把美國人的信息 那現在是時候轉換 這就是職業的地方 這就是職業的地方 這就是國家安全 我們會繼續支持他 做這個 這是我們看到的 這就是總統的祝福 我們看到他 承認他 承認他 你聽得沒有錯 他說的是 戰爭是個禮物 是個禮物 戰爭是個機會 機會 他在說那些 死掉的烏克蘭人 跟死掉的俄羅斯士兵 他在說 死了成千上萬的人 的平民 小孩 是好事 因為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 跟蔡英文一樣 用愛發電 應該不是吧 他應該不這麼認為說 死這麼多人是個好事 但是他的確 是在說這個樣子的東西 一字不差 這個戰爭是個禮物 烏克蘭的戰爭 是給拜登的禮物 拜登要好好的利用才對 他在說的事情 就是左派一直以來說的 而且絕對相信的謊言 就是 人類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問題 跟大自然比起來 跟地球比起來 人根本不算什麼 一直以來西方文化 整個猶太教 基督教 甚至伊斯蘭教的教討就是 這個世界是為了我們而創造的 這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是神 為了我們而創造的 我們有責任 我們要管理這個世界 但是根據左派的思想 這個東西是完全相反的 人不是最重要的創造物 天上的飛鳥 水裡的萬物 不是為了我們創造的 他們把這個想法完全的翻轉 把人類變成一個病毒 一個地球上的病毒 疾病 癌症 大自然的一切 天上的飛鳥 水中的萬物 不是為我們產生的 而是我們應該要敬拜的 我們應該要服務的對象 我們是病毒 我們應該要被削減數量 我們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 如果你跟我一樣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話 這邊建議你去 Abounding Glory 買一件衣服 Abounding Glory 是一間基督徒的公司 專門使用高級的面料 幫助教會還有敬拜團 不只是T恤啊還有什麼那個 武器啊那些東西 他們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來讓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們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來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現在就可以去 aboundingglory.com 購買他們的衣服 不但可以幫助一間 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購買金額的10% 也會來支持 AINews繼續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購買時使用折扣碼 AINews也會同時享有5%off的優惠 現在就去 Abounding Glory 購買他們的衣服吧 所以今天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死了大量的人 油價高漲 糧食缺乏 人不能工作不能養家 或許這是一個好事啊 因為這個樣子 人就會開始瘋狂的去弄什麼 太陽能板 開始鋒利發電之類的 這是很多自己唯一的腦殘 真正相信的 沒有任何的科學根據 沒有任何的數據證明 只因為他們不喜歡人 他們很愛人類這個說詞 會說一堆為了人類 為了治人 Homo sapiens的生存 之類的 但是他們討厭人 左派跟右派最大的差別就是 保守派支持人 支持人類 愛人命 在各式各樣的議題上面 環保議題 墮胎議題 家庭 學校 各方面的 我們支持人 我們愛人 我們珍惜生命 但是 左派 跟這些 新自由派的人 他們是反對人類的 反對人命 反對人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